儿子呀 你啥时候出生呢 爸爸可等着你呢 儿子呀 哎呀 儿子你长得得多可爱啊 儿子呀 谁是他 爸爸 你能不能不老冲我叫儿子呀 哎 哎 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 啊 我儿子在你肚子里呢 我不冲你喊儿子 我冲谁喊儿子呀 啊 谁知道你是管我肚子里的孩子叫儿子呢 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启啥哄啊 媳妇 你这个话说得太刻薄了 怎么的 啊 我前世风长得是磕尘点 我怎么得比你爸还好看点吧 哎呀 妈 那跟我爸比 那我爸多有风度啊 哎呀 妈呀 你爸那叫风度啊 你爸那肚皮那就是骨肚 哈哈哈哈 风度你 你听 这我邻居都说了 你咳嗽他也是谷度啊 爸呀 谷度就是风度 那个 世风啊 以后你们两口都说敲敲话的时候 今天别带上我哦 我累 爸呀 那个 我得给你告一状 什么事啊 你说二米粒他不让我冲他肚子喊儿子 这就是二米粒的不对了 你说我儿子在他肚子里呢 在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个名啊 你说我喊儿子他还不高兴 那你就给他起一个呗 这成年冲着我喊儿乖闹心的 哎 对呀 反正也得给孩子起名的 起名啊 干脆现在就起 现在就起 不行 不行 哎呀 我爸盼这个孙子盼老了时间了 不行 这名得让我爸来了起 哎呀 非得你爸来起 再说了你爸也没有啥文化 爸 你听着没 每次说的我爸 他就说我爸没文化 一说的我爸 就说我爸没文化 就好像他爸都有文化似的 他爸还是有点文化的 对 反正我儿子的名 逼得他老爷起 是吧 爸 那行 那您就废废神 关键这名不好起 首先就是这个姓 我姓咋的 我姓钱呢 姓钱 能让咱们那个孩子 一生出来两只眼睛就盯在钱上吗 那不能 是吗 那让这孩子举目远眺 对 要有一种遥望瀑布挂钱穿的意境 对对对 这孩子的名字有了 叫啥 叫钱穿子 钱穿子 钱穿子 爸爸 这不是个虫子吗 是虫子吗 不是 你不管是不是虫子 这名都不行 为啥呀 我爸的小名就叫钱穿子 谁叫我呢 你看 不是说是我爸还来了 爸你来了 爸 听听 我们能给你未来的小孙子起名字呢 在外面这听见了超着巴虎的 是是是 不能给我孙子起名的钱穿子 我小名就叫钱穿子 等我孙子以后长大成人 你们喊了一声钱穿子 你说是我答应还是孙子答应 不行啊 爸呀 你看这不全家人准备给孩子起名吗 那个我岳父说了 说谁也不能起 等他孩子爷爷来了再起 我就是这么说的 兄弟 你太假的就了 是 你看你岳父 这大古度 多有风度 是吧 太有风度 你这样兄弟 你比我有文化 你就帮我没出生的孙子起个名 怎么样 你这么信得过我吗 当然了 哎呀 你这么信得过我呢 我就起一个啊 首先这个名特别好起 这兴趣就好 兴钱 对吧 你看这孩子叫 钱币 钱币 爸 就大钢帆 听得挺结实 钱币 行 格局略微小了一点 钱包 把班装里了吧 把班装里了 钱包 不行 钱包格局好像也不太大 钱贵 都装里了 都装里了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不行不行 干嘛呢 你离不开那钱字啊 是不是 多俗啊 是吧 一定要起一个 离钱远一点的 对对对 我起一个 那你说这孩子叫什么呢 钱袋子 是不是 你这就换了个包装 里边装的还是那对干部 不是 那个爸呀 那个还是让岳父起个有文化的吧 对 爸你再想想那样是人 那样是吧 有点文化 前途 好 前程 哎呀 可以 行啊 这太好 不好 不行 怎么的了 我不喜欢两个字的名字 为什么喜欢两个字的名字 你这 哎 我想起来了 他叫点实用点的名字 对啊对啊 是吗 啊 你看咱楼上 老刘家那孩子叫刘 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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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人家前两天考上大学了 考上北大了 还有隔壁那个李 李娟 对 李娟 人家考上清华了 清华读的博士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孩子叫娟比较好 啊 叫 钱娟 啊 对对对 俩字不行啊 啥字 钱娟娟 行 行 哇这行了 行不行 不行 我不反对网出捐点钱 但是我们家也不能扎本啊 不吃饭哪 这叫两天呗 不行一天都不行 我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谁在提钱娟娟这三个字 我跟谁激眼 哎呀 你这起个名叫个激眼 那叫啥呀 这样这样 按我们老家的风俗 咱们壮名怎么样 啥叫壮名是吧 就是推开门 看见什么就叫什么 好使吗 当然好使了 钱顺风他妈生他的时候 对 我为了给他起这个名 憋得我是团团转的 没有办法 我只能壮名 我推开门往外一看 一股清风就把我怼回来了 我一看这风这个顺呢 于是乎我儿子就叫了钱顺风 自从叫了钱顺风 事业不好干 哎 哎 哎 这个性子这得总结点经验呐 嗯 是吧 当时你就是推开门就出去了 对对 然后一阵风把你怼回来了 啊 这是钱顶风啊 哈哈哈 爸呀 那叫枪风都好啊 你不管叫啥风 我儿子啊 我儿子啊 钱顺风往这一站 你看你看 你看 要形象有 要气势他有 要个头他有可情了 儿子你别配合玩造型了 赶紧出去逛 快点 那我撞名去了啊 出去看看啊 哎呀 先得坐坐坐坐 哎呀哎呀 有了 叫啥 叫啥 我儿子叫钱光光 你看见啥了 他还没看着光光的一片 哎呀哈哈哈 这啥水平啊这的我 爸我自己出去撞了 哎你慢点走啊 哎呀你别管我了 哈哈哈 这 爸呀这撞名什么行啊 听我的绝对行哦 哎哎哎我可看着了 你看见啥了 我看着一老太太背一把大宝剑 哈哈哈哈 一个老太太 背了一把大宝剑 啊叫啥 有了叫钱太监 钱太监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亲家啊 你这叫啥名啊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 出门里看啥不好 非看老太太 那你就赶上了 咋的呀 哎呀 我愿意看老太太呀 哎呀 黄姨 哈哈哈哈 愿意看 那是相当的愿意看了 哈哈 说黄姨 大老远我都没认出来是你 哎呀 你说你这孩子 看着我转身就往回跑 哈哈哈 咋的呀 我就拿个健身器材 哎呀 哎呀 你就看我了 哎呀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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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姨 啊 是这么回事 啊 这个大家都在给我这孩子起名呢 啊 然后我爸就出了个主意 说我要出去看着啥就叫啥 这我不就看着你被把宝剑吗 哦 幸亏不是隔壁老王出去看 你是隔壁老王的女朋友 如果他出去看看见你 那我孙子明就得叫前女友了 哈哈哈 别提那旧皇帝了啊 我现在不是他女朋友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你说点事老有意思了 他不跟那个老王 俩出一年多吗 啊 前两天俩是在这出席长谈 嗯 聊得可惜了 这一聊 他俩是近亲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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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啥 我是他姑 他是我侄 哈哈哈 是 是这回事真的 哈哈哈 你说巧不巧 聊着聊着呢 结果呢 实在情节 哎呀 哎呀 这太好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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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我不是一般的激动啊 我是相当的激动啊 为啥呀 哎呀 为啥 哎 对了 隔壁老王哪去了 是不是 知道这事 他挺抑郁 啊 这就是他儿子把他接走了 让他上那儿撒下心 估计一十八分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哎呀 哈哈哈 哎 哎哎 咋了吗 哎 咋你了老前呢 我警惕病好像饭来 哎呀 哎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你按啥 你手轻点啊 哎呀 啥不好意思啊 啥不好意思啊 啥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当年是个老母哥儿 那家伙没日没夜拼命干 最后浪下警惕病了 还是黄医生 天天到生产医线给你按摩 对不对 你过去的事就别急了 没过去 永远都过不去了 我现在经常做梦啊 梦见当年的黄大夫 乌溜溜的眼睛 白白的脸 小小的药片 大针管啊 爸呀 你你能不能矜持点啊 你隔壁王叔不在我矜持啥呀 我矜持 哈哈哈哈 你可有机会了 你这你这搂不住了呢 我不是搂不住我儿子 当年那么好的机会 被我的脸皮薄的毛病给错过了 对对对 今天我说什么 不能让这个事再涂了皮了 再说我不给你按了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你行行 咱不说了不说了 说点正事 嗯大妹子啊 这样 你给咱孙子起个名字呗 咱孙子 对不对嘛 你的孙子 咋成咱孙子了 行行 就算是我孙子 你帮他给起个名字 哎呀我哪会起名啊 不行不行 这活我不能干 你有啥不能干的 哎呀 说不定我孙子懂事那天 咱们就成一家人了 他叫我爷叫你奶 咱们吃饭在一个锅里拐 我叫你一声亲爱的 你清清楚了我一下后脑勺说 瞧你的孙子 哈哈 孙子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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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给你按了 王爷啊 你赶紧给这孩子起个名吧 要不然这二老啊 他今天都过不去 哎呀 顺方说我真不会起名 你看 我真不会 谁说你不会 谁说你不会 这屋里一共五个人 输你是最有王话了 我决定了 这个坚决的任务就落在你身上 你今天起什么名字 咱就叫什么名字 好 哎呀那黄姨就说了算了啊 哎我哪会起名啊 你说 我就觉得我自个这名挺好 啊 娟啊 啊 要不你试试叫 钱涓涓 我的妈 这名可不行啊 这起完容易激眼呢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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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发现这个名不好听 好听 我活这么大 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名字 咦 不是吧 好听 女儿子挣着点钱可都捐出去了 捐了有什么不对的 有什么不好的 好生活 离不开钱 但是它不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日子过好了 把多余的权捐给那些需要绑住的人 不挺好吗 哎呀 那我们要再起这个名 你咋说不行呢 你脑子太大呀 你给我脑子 你给 对对对对 那个爸 岳父 哎呀岳父 爸 哎呀俩爸 给孩子起名字 就是孩子的一个称呼 啊 这也代表着二老 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 还有就是咱们 优良家风的一个传承 你看 现在二米粒不还怀着呢吗 没生呢吗 男孩女孩还不知道呢 我提个建议 等生了以后再起呗 你二老再好好研究 好好好 哎呀来是我儿子才能 哎 你们是不是都没吃饭呢 没有啊 我请你们下馆子去 咱吃饱了喝足了 再研究你孙子的名 好 哎呀 黄姨啊 我宝剑 拿着 你们就去就好 把饭开好了 这个我得给你提个醒 就是你吃这顿饭之前吧 你最好先上老家去查查家谷 为什么 万一你跟那黄姨再是敬亲呢 Ok 你真的搞不好打扮呀 你不是真的搞不好打扎呀